微博的话从09年推出来的话到现在有一段时间 那我们看到微博的话它在用户市场 它的用户的规模的话已经超过一个亿 那现在的话应该是达到1.4到1.5个亿 那到今年年底的话我们预计的话 用户规模会达到两个亿的规模 所以的话从用户的规模上来讲 它已经非常具备商务化的一个价值了 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自己去定义说 OK这个微博在去年的话 我们认为它是微博的元年 是中国微博的元年 因为它是一个全面爆发 然后全面在用户市场里边去拓展和这个传播的一年 那今年的话我们定位它叫商务化的元年 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年的话开始 在一定的用户规模发展相对比较稳定 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平台 考虑在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下面 我们怎么样去为企业为我们的客户市场 能够为他们的营销或者是为他们的企业经营 带来更多的一些机会和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 那它的商务化呢现在是各方面的话都在尝试都在权利的往前去推进 那有一个特点呢是因为微博本身的话 它作为一个平台的话 它自身的话还在不断的发展 而且速度是非常之快 所以我们的商务化的话是要符合这个产品和这个平台大的一些发展趋势之下 然后我们不断的去根据第一是根据它的产品和技术的特点 第二的话呢其实也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根据在这个平台上用户 它的一些使用的一些行为以及它的一些这个平台的特点来设计 或者是来尝试给企业提供一些这个营销或者是经营的一些这个机会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在几个方面的话都有在做 而且微博因为它的整个平台的特性跟以前我们所熟知的这种媒体的 比如是新浪.com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差异性 所以在这上面的话我们更多的期望有一些能够比较创新的一些商务化的一些思路 和一些这个想法能够去得以实现 所以这个分阶段的话我们都会去和市场去进行相应的一些交流 另外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平台的商务化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考虑因为微博是一个开放性的平台 所以我们的商务化我们怎么样去和我们这个上下游的合作伙伴 大家一起能够投入这种技术投入这种想法 然后一起去开发这个商务化 因为它新浪的这个微博平台和其他的不一样 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更多的借助在这个市场上 在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些精英 然后这个不同环节大家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技术和能力 然后去完善我们整个的商务化的一个体系 因为只有所有的这个环节 大家因为互联网现在越来越复杂 互联网越来越多样化 所以我们要联动我们这个行业里上下游所有的环节 大家一起去做这个商务化的尝试 我们才能够就是说有更好的一些想法 并且有一些更快的一些速度推到这个 把这些一些成熟的一些模型的话 商务化模型推到市场上 所以这个是这阶段我们在重点做的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商务化的一些原则思路 首先有几个大的思路 第一个呢就是说在传统的媒体或者是我们谈到传统的这些合作方面的话 更多是focus在这个marketing在营销方面的合作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话实际上跟它的用户也好 跟它的消费者或者说跟外界去接触的话 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经营的话是有很多方面的这个需求的 所以现在在微博的平台上我们能提供一个企业的话 就是它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所有外界的这些消费者也好 它的这个同行业 它的合作伙伴也好 所以给它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那在这个平台上的话 就是不光是我们最核心 我们经常谈到的marketing 那企业的其他的function team的话 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去完成它的这个经营 实际上你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平台 一个渠道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 举个例子一个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的话 来完成它的企业的人员招聘 然后可以完成它的营销 可以完成它的售后服务 可以完成它的CRM 所以很多的function就是这个平台的话一下打拓宽了我们的这个思路 因为它是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所以的话呢它可以使得我们很多的这样企业在运营方面 在整个的这个operation方面的话 我们的一些function team都有机会的话 是和他们的这个target user 然后进行这个接触完成它的这个经营 所以本身的话 这就是一个我们跟这个企业去合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 因为以往大家谈到营销都是说 或者说以往大家都是focus在marketing方面 然后就说我的广告 然后我的活动 所以的话现在变成就是说一个企业 比如说我们知道企业HR 它很多大的品牌它每年到企业里边到校园里边去进行招聘 其实本身这也是它的一个宣传的一个行为 同时的话也是它的一个企业经营的一个行为 所以那这样一个动作的话 就可以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去实现 这也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这些企业经营和marketing的手段的话 它还是有效的 非常有效的 那和微博这个平台和它的传播特点 如果能够去进行结合的话 它的效能的话 它的效率就会被很大程度的去提升 所以本身的话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了 另外的话就是说 其实很多企业在做marketing的时候 做branding的时候都在讲 就是说我希望我去接触我的消费者 我去倾听我的消费者 我跟他进行互动 但是我们知道以前的话 那些手段技术是没有办法帮我们去实现这一点 我们更多的实际上还是单向的 在进行这个推送和这个传递 那今天的话 企业可以作为一个跟消费者一样的一个单元 出现在这个平台上 所以他可以完全平等的去和这个消费者 真正的进行倾听 真正的进行交流 然后抓住消费者 刚才讲到的他的关注点 他的热点 然后及时的实时的去做我的营销 这样的话 他一定是最贴近消费者的一些marketing 而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关在屋子里 然后我们自己在这个brinch domain头脑风暴 然后我们想出一点放在这个市场上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消费者的这个群体规模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一套这个一套的策划 一套的这个动作能满足所有消费者的这个需求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组合的一个整合 我们叫integration integrated marketing 就是一定是一个整合的模式 我传统的这些手法的话 通过这样一个这个方式 通过这样一个沟通的模式 然后去达到我的这个效果 所以本身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几个方面的话 都是有一些这个变化的 所以包括我们的pr怎么样去做 在新的这个时代下面pr怎么去做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扭转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个消费者的话 这个社交媒体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没有办法回避 我们只有很积极的去迎上去 去了解在这样一个阶段消费者 那我的pr应该是怎么样去能够达成的效果 我的marketing 我的crm应该怎么样去做 所以我觉得首先的话 大家是一个思路上的一个变化